我們英國人呢 下班了之後呢 就會想要放鬆 然後喝杯酒 那會幹嘛呢 就會去酒吧 就像這種開放式的感覺 又很有異國風味 然後呢 像這間餐廳呢 叫做三隻獅子 那三隻獅子呢 也是英國球隊的象徵喔 來 我們趕快來看看吧 哇 這間餐廳很美麗 謝謝你 你有多久在台灣 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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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和你的家庭同樣 是很棒的 有很多球賽者在你的樓盤上 我認識了 我原本開了酒吧 我們想要有少少少的 酒吧 好 好 我覺得很多台灣人 人們會有興趣 英國球賽者 一定 所以我們可以 廣告一下 老闆的設計 就是以傳統的英式酒吧 為概念 木製的吧檯 牆上掛著各個球隊的球衣 照片 加上隨時播放著 近期的運動在世 讓所有客人都能感受到 英國人傳統的酒吧文化 韓國人的餡料 我來吃東西 我是依照片 看這糞米 我來吃吃看 哇 這糞米很好 好 很棒 這很像我祖母 好好吃 這是麥克風嗎 對 對 這是麥克風 所以麥克風 跟麥克風 跟麥克風 先吃 英式的香腸就是在他們 英國算是主食之一啦 他們幾乎每一間那個餐廳 都可以看到這一道菜 所謂的club餐廳 都可以看得到這一道菜 那每一家當然 全市的方式不一樣 因為香腸的製作 通常就是 就是用手工製作的 所以裡面 大家調配的香料 或什麼都會有點不一樣 那英國吃起來的 煙燻味跟鹹味是比較重的 然後搭配薯泥 可以一起吃 然後再配一些青菜這樣子 那這就是他們 非常非常家庭式的一道餐廳 這是燉肉 然後搭配大蒜麵包 這是什麼樣子嗎 這是牛肉 有的 雞蛋、雞蛋、雞蛋 雞蛋 試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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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的啤酒燉牛肉 也是英國傳統料理之一 搭配紅蘿蔔 番茄等新鮮蔬果 不僅帶出了濃濃的甜味醬汁 牛肉更是入口即化的軟爛 就連台灣人也無法抵擋 這種口感啊 享用完美味的餐點過後 英國人的習慣就是 送上最後這一道起司拼盤 除了香濃的羊乳起司 來自英國的喬達起司 還有最重口味的蘭文起司 各式各樣的起司口味 搭配餅乾一起吃下去 這就是英國人最愛 我們就是會有 喬達起司 然後Blue起司 那個用起司 然後加蘭拉配餅乾 然後可能在餅乾上 也會加一點奶油 然後會配一些醃的醃菜 Pickle去搭配來吃 所以像在英國的話呢 像這個的話通常是 他們餐後的甜點 甚至是餐後甜點之後的甜點 對 那這永遠都是 最終的那一道菜 嗯 好 我要吃一點點起司 或許我可以加點起司 很耐心 很漂亮 中文字幕——YK